女人假装到卫生间里化妆 然后用镊子轻轻撬开胭脂盒 拿出藏在夹层中的两张纸条 紧接着就放在灯光下制口 很快隐藏的字迹就显现了出来 而上面隐藏的十七个蚊子 另女孩看到厚惊地瞪大了眼睛 可就在此时有人敲门 谁 胭脂 原来就在五分钟前 胭脂受邀参加闺蜜的生日派对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是闺蜜父亲专门为她安排的鸿门宴 因为她身上可能藏着重要情报 于是等到宴会开始的时候 缝母就故意坐在胭脂身边 然后偷偷拿走她的粉饼盒 缝子雄见妻子顺利得手 于是他们就借机离开餐桌 然后用细针将粉饼盒撬开 但里面并没有重要情报 会不会藏在粉饼里头了 这个粉饼盒应该是胭脂 唇子那边应该还在咽咬室 原来他们夫妻是日本间谍 昨天送情报的唇子被抓了 临死之前将带有情报的粉饼盒 悄悄放在了胭脂的手提包里 但为什么粉饼盒的夹层里没有呢 原来胭脂的粉饼盒 唇子得一模一样 而此时的胭脂来到洗手间补妆 但粉底刚抹在脸上 她就察觉了不对 因为这不是她所用的色号 接着她凑到上面闻了闻 也想起了当时跟唇子 撞在一起的景象 两人的粉饼是一个牌子的 本就生性多疑的她 就不断摸索这个粉饼盒 在敲击的时候发现了异常 因为夹层里居然是空的 于是她就用小刀撬开上层的粉饼 发现了里面藏着的纸条 但打开一看并没有文字或图案 而胭脂从小就喜欢研究东西 所以很快她就想到了办法 将其中一张纸条放在灯光下照射 但照了半天也没什么反应 于是她思索片刻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又将另一张小纸条塞进灯罩里面 让它跟灯泡表面完全贴合 想看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果不其然 纸条经过灯泡的制烤 上面居然有字在慢慢显现 但胭脂的手指也被烫得不轻 经过长达一分钟的制烤 隐藏的文字显示了出来 但上面只写了17个字 那就是十万火急 军事委员会制定实施封疆计划 而很明显这并不是全文 但胭脂看到后还是大为震惊 因为这是国民党密谋的计划 关乎到松户会战的全局 就在此时突然有人来敲门 原来是来找胭脂的冯曼娜 因为他们俩是好闺蜜 所以胭脂就不打算瞒着她 接着她将曼娜拽进来之后 迅速反锁住厕所的门 你干嘛呢这么鬼鬼祟祟的 冯曼娜同志 你能想象得到 在这个房间里面 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吗 你发现了你的白马王子 你看看你这花痴样 你怀孕了 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呀 站好了 立正 我告诉你 现在这场战争的命运 就掌握在我的手上 冯曼娜接过她手中的纸条 看到后也是大为震惊 但这个情报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于是她就说将这个交给她霸去 因为她爸是上海军虚处的处长 肯定有能力辨别真伪 那胭脂最终会交给冯子雄吗